被校园霸凌时 校霸突然出现 一脚将霸凌我的女生踹翻 他说我是他的亲妹妹 是走丢的豪门千金 他为我撑腰 将那群人欺负回去 回到班级 同桌也变成了校园里 最受欢迎的学霸男神 他说他是我订了娃娃亲的未婚服 他总算等到我了 从此 课堂上 他为我保驾护航 假若不是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 我怎么都想不到 这一切只是他们的一场游戏 我根本不是豪门千金 更不是学霸男神的未婚妻 他们也不是为了帮助我 只是想让我把他们当救赎者 再将我推向地狱 我透过门缝 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们打算毕业前一个星期 公布我假千金的消息 他们畅想之前霸凌我的人 还有喜欢军艳的人 在知道这个真相后 会多疯狂地针对我 他们知道 我一直多么期待今后的日子 而他们就是要在我以为光明无限时 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摧毁我 将我打入地狱 地狱吗 我想 若是我没有见过光 我或许能够坦然接受黑暗 可是我见过了光 见过了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我渴望 我憧憬 为何要对我这样残忍 我紧紧揪着身上的衣服 心脏疼痛到无法呼吸 想要哭 眼泪却掉不下来 原来难受到了极致 真的可以不掉眼泪 好多平时不对劲 我不敢多加思考的地方浮现脑海 比如苏毅 她说我是她的妹妹 却不带我回家见父母 军艳说我是她的未婚妻 为何就那样轻易接受不堪了我 我回家告诉奶奶这事实 奶奶那欲言又止的表情 因为是假的 是他们的一场游戏 所以才会处处都是漏洞 而我迫切地想要抓住那一丝光 纵使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 却不敢去探究 他们永远不知道 苏毅当时的出现对我是何等的救赎 但是我在这个学校遭受的第99次霸凌 就在学校操场 乌鸦鸦的都是学生 为首的几个女生 一人紧拽我头发 让我露出面容 一人搬我衣服 一人直播 另一个呼喊大家看 被那一双双的眼睛看着 疼痛 耻辱 羞耻 难堪 恨不得咬舌自尽等情绪将我包围 我苦苦哀求他们放过我 可是没用 就是围观的那么多学生里 也没有一个出手帮助我的 只因为我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我父亲并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为了救人 防卫过当 我不止一次恨过我父亲 恨他为什么杀人 为什么多管闲事 假若对待家暴 他能够袖手旁观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一切 我甚至清楚地记得 他失手杀人后 从被抓到判刑 女方从未出面给我父亲作证 好人没有好报 利润专挑悲惨的人欺压 而苏毅就是在我绝望之中出现的 他就像是一个踩着光芒的天神 他一脚就将把我衣服的女生给踹开了 然后伸手扒开了拽我头发的女生 他脱掉身上的外套盖在了我的身上 声音温柔 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动听的声音 他说 月月 对不起 哥哥来晚了 我呆呆地看着苏毅 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被踹的女生听到这话很是诧异 苏毅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个人可是夏七月啊 他父亲是个杀人犯 怎么可能会是你妹妹 苏毅回头扫了那女生一眼 那女生瞬间就闭嘴了 苏毅扫尸了一眼在场围观的人 告诉你们 夏七月是我妹妹 是我苏家走丢的女儿 从今天起 谁若是在欺负我妹妹 我要她好看 苏毅话音刚落 世界都安静了 就是我脑子也一片空白 苏毅的妹妹 我 苏家走丢的女儿 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 我不知道此时自己的心情 欣喜 解脱 委屈 各种情绪化作眼泪如雨落下 苏毅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只是吩咐她的小弟 将刚刚欺负我的几个人 压跪在我的面前 月月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 如今有哥在 哥为你撑腰 谁欺负你 你就欺负回去 苏毅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冰冷 那几个女生疯狂道歉 苏绍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真不知道她是你妹妹 我们只是以为她父亲是个杀人犯 苏毅没搭理那几个人 只是看向我 她问我想要怎么处置这几个人 那几个人也转变风向 转头向我求饶 可是我眼里却只有苏毅 我根本不敢相信他会是我哥 在这个学校 你可能不认识校长 但是你一定认识校霸苏毅 满分学霸君彦 而这样的人竟然说他是我哥哥 要为我撑腰 让我反击回去 我眼泪瞬间就忍不住了 其实我不是不会反抗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反抗 就把一个孩子打伤了 因为只有这样 我觉得我才能够保护自己 才能够让那些想欺负我的人胆怯 可是后果便是全校家长的抵制 他们说 看吧 果然是杀人犯的孩子 经理都带着残暴 这样的人就不配合我们的孩子 坐在一起上学 否则哪一天惹他不开心 他要杀人怎么办 反对的声音太多 我差点被退学 是我奶奶带着我跪在了校长面前求情 才换来一次机会 而代价就是从此不能反抗 可是我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有人对我说 我是他的妹妹 他说 哥仔 哥为你撑腰 谁欺负你 你就欺负回去 好在当时的我并没有被这种喜讯冲昏头脑 我没有仗着自己变成豪门千金 有肖爸哥哥撑腰就欺负回去 虽然我曾不止一次 做梦梦见欺负我的人 跪在地上祈求我的原谅 遭到他们应有的报应 可是当一切真的发生之后 我却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我甚至还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疼痛感让我清楚 这不是梦 是真的发生了 有可能我还是不相信自己 真的成为苏家千金 也可能是当时奶奶跪在校长面前 求他让我继续上学的事太过深刻 让我已经对反抗有着深深的恐惧 我并没有对这些人做什么 只是让他们以后 不要再欺负任何一个同学 他们连连保证 可是苏伊眉头就皱了起来 在那几个人要走时 叫住了他们 站住 我让你们走了吗 我妹妹愿意放过你们 我可没同意 你们敢敢欺负我妹妹 就得付出代价 然后苏伊命令她的小弟 收拾了这群人 用的就是平时他们欺负我的方法 操场之下 全是看热闹的 我看着他们 曾经欺负我的手段 落到他们自己身上 说不痛快是假的 甚至还有种甜蜜蜜的感觉 原来这就是被哥哥撑腰的感觉 当时的我以为 他在用他的行动认可我 可是如今知道真相后 一切的一切如同一根根铁针 狠狠地插入我的四肢 什么撑腰 什么宠爱 其实都是他的捧杀 他就是故意让这些人记恨我 当我假千金身份曝光时 这些恨意会化作更阴狠的手段 报复在我的身上 我浑身都在发抖 这时旁边传来一道声音 下七月 你站在门边做什么 听到这声音 我被吓了一跳 同时我也听到房间里传来的动静 显然苏毅和军燕 听到那话要出来了 我内心有过片刻慌乱 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 齐哥 我来找我哥 我洋装淡定地说道 来人是我哥的朋友 江齐 就在我花音落下的瞬间 房门被人拉开了 露出了苏毅和军燕的俊脸 不得不说苏毅和军燕 长得真的好看 走在路上 说是娱乐圈的明星都不为过 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 在这样好看的皮囊下 竟然是一颗邪恶和肮脏的心 所以古人言人不可貌相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垂在腿旁的双手紧钻成拳 恨不得撕开他们的胸膛 看一下他们的心是什么颜色 但是面上却不动声色 哥 军燕 我轻轻地喊道 苏毅和军燕看了我一会 似乎在看我是否听到了什么 但是他们怎么能够从我脸上看到什么 我虽说没有接受过科班训练 但是我相信我的演技足以欺骗人 因为在那次跪在校长面前 求得继续上学机会后 霸凌还在继续 回到家 奶奶就会心疼地抱着我哭 她说 可怜的月儿啊 后来为了不让奶奶担心 又或者受不了奶奶的哭泣 我开始将自己伪装起来 我告诉奶奶我没事 我没事 我怎么能够没事呢 苏毅和军燕两人见我没有什么异常后 对视了一眼 其实我知道 他们并不怕我知道真相 只是怕我太早知道真相 会破坏他们的乐趣罢了 我的指甲深深陷入肉中 甚至出了血丝 我却感觉不到痛 因为比起这点痛 我的心更痛 可是我却不能不坚强起来 我下七月 没有可以给我撑腰的人 能够帮助我的 只有我自己 江琪是来找苏毅他们玩的 苏毅在认了我之后 就有意将我带进他们的圈子 所以我也跟着去了 他的兄弟们 看到我之后一如既往地笑着 以前 我只当他们瞧不上在外面长大的我 所以是讥笑 是瞧不起的笑 可是现在看来 他们身为苏毅军燕的兄弟 又怎么可能不清楚内情 苏毅说 身为苏家女儿 就必须得学会喝酒 学会应酬 当时 我为了融入他们 就疯狂学习如何喝酒 我以卑微的姿态学习着 讨好着 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 却不知道 从一开始 他们就当我是个逗笑的小丑 不过 如今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如往日一样 疯狂敬酒 啤酒一杯一杯的进度 他们的面容都模糊起来 他们就宛若长得巨牙的猛兽 对我张的大嘴 似乎想要将我吞噬 我瞬间被吓得后脊发凉 站起身 亮亮呛呛地朝外面跑去 刚跑到外面的 我就像是到达了安全区域 整个人放下了心 就连空气都觉得新鲜起来 我朝着卫生间走去 可是 当我出来在洗手台洗手时 江琪的女朋友陈思琪来了 她也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她家是普通 但是胜在长相漂亮 会说话 瞬间就成为江琪的女朋友 她看了我半上 在我头皮发麻时点了一根烟 她吸了一口 朝着我吐了一个烟圈 对着我缓缓开口 下七月 别费力讨好他们了 其实你不是苏家千金 也不是军燕的未婚妻 这只是他们的一场游戏罢了 烟雾喷涂到我的脸上 我被呛得直咳嗽 可是大脑却越发清醒 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件事 良心发现 不忍看我被欺骗 还是说是试探 是苏毅和军燕 怕我托听到什么的试探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 可能被苏毅和军燕伤得太深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不是苏家千金 我可是我哥亲自找到的 我知道你羡慕我 但是也不用说这样的话 挑拨我和我哥的关系 我不会相信的 我冷着脸说道 我不管她是真心还是假意 如今我不能揭开 这假千金的身份 陈思琪没有说话 只是从包中掏出了一个手机 手机正在通话中 而上面的名字 显示的正是江琪 我瞳孔放大 一脸震惊地看向陈思琪 面对我的震惊 她修长的手指 在通话键面上 按下了扩音键 很快 江琪等人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江琪 我去 还真不信啊 李俊 哈哈哈哈 给钱给钱 我就说她不可能偷听到你谈话 就算听到 也能当做没听到的 苏毅 切 你们懂什么 她这哪里是愚蠢 分明就是聪明 尝试了身份和金钱 带来的美好 她怎么会愿意回到过去 就算是真的 她也会自动美化 君彦没有说话 然后他们开始说 期待一个星期后 至于期待什么 他们并没有说 可是我知道 那天就是他们 公布我假千金的日子 我紧摇嘴皮 嘴皮已经破了 血迹流了出来 我抬头看了眼镜子中的自己 双眼通红 我感觉此时的 我就像是地狱里的恶魔 就在这时 陈思琪从包中掏出了一包纸巾 从中抽了一张纸 轻轻擦拭我嘴角上的血迹 她动作温柔 就仿佛我是什么珍宝 可是苏毅说我是她妹妹时 她也把我当珍宝的呀 却不知道一切都是假的 我挥开了陈思琪的手 讥讽地说道 做戏做得还挺全面的 配音吧 别想糊弄我 我一个字都不会信的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苏毅他们不想和我摊牌 而我现在也不想和他们摊牌 他们求游戏的最大快感 求刺激 可是凭什么我就要配合他们 游戏没有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 谁会是最后赢家 我想要的 从来不是他们的虚情假意 而是一个明媚的未来 我离开卫生间 但是我却没有走远 而是就站在门口 也正是这个举动 我听见了陈思琪说话的声音 苏毅 君燕 我说你俩可真的 将你们刚刚的谈话放给他听 他竟然还是觉得我在骗他 真是愚蠢 后面说什么 我听不见了 正如陈思琪所说 我还真是蠢 蠢到我差点就相信 他真的是个好人了 可是好人又怎么可能 会和坏人狼狈为奸呢 他又不是潜伏的卧底 或者找他们复仇的人 他是江琪的女朋友啊 我攥紧拳头 浑身都在颤抖 但是很快我就调整好心态 我打开手机 点开录音 装作若无其事地朝包房走去 这些人越是想要看我笑话 我越是不如他们的愿 因为有陈思琪打电话通风报信 当我回到包房时 他们已经没有再讨论这件事 推门进去的 我没有坐下 而是站在门边红了眼眶 哥 陈思琪说我不是你的妹妹 是真的吗 可是明明是你 找到我说我是你妹妹的呀 苏伊愣了一下 就是包房里的人都傻眼了 毕竟前一秒 他们还在嘲笑我爱你虚荣 不敢认清事实 却不知道转身 我竟然说了这事 而我之所以敢开口 自然是笃定 此时他们不会承认 很快苏伊便回过神 别听那女人吓唬说 你就是我妹妹 我怎么能够连我妹妹都不认识呢 她站起来 走到我的身边 握住了我颤抖的双手 她的手很温暖 一如我被霸凌的那天 她将衣服盖在衣衫褂褂 的我身上是一样温暖 可是真相为什么是这样的 她俊朗的面容下 为何有那么一颗邪恶的心 我的心脏抽搐着 我缓缓开口 哥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苏伊明显又愣了一下 一时间没有回答 倒是一旁的李俊给了答案 你长得很像苏阿姨年轻的时候 君彦巧合下看见你 觉得你是她那走丢的未婚妻 就去做了DNA 没想到还真是 对对 其他人附和着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在他们看来 我可能是因为确认了自己身份 才会放松下来 可是却不知道 我是因为他们 这板上钉钉的话而松口 这里都是他们自己人 就算他们承认 我是苏伊妹妹又如何 空口无凭 可是有着这份录音 那就不一样了 只是这还不够 远远不够 我谎称自己累了 想要回去休息 此时的苏伊 还在尽心地 伴着好哥哥的角色 他直接推掉聚会 送我回去 在被苏伊认奏妹妹之后 我便搬进了 他学校门口的房子 回到家 我洗了个澡后 便开始学习 不得不说他们很懂我 尽管苏伊说我是他妹妹 但是我依旧觉得不真实 我一边拼命地 讨好苏伊 君彦 想要融入他们的圈子 另一边又借着苏伊 给我创造的好条件 拼命地往上爬 而我眼界有限 那么无论发生什么 都还会有机会 可是 为什么我的眼泪 却开始狂涌 就仿佛之前没哭出来的眼泪 都一股脑流了出来 一日 我眼睛肿得跟悲伤蛙似的 一路上 我还听到同学们 对我指指点点的声音 你们说他长得这么丑 怎么可能会是苏伊的妹妹啊 可不是吗 就凭他那样子 怎么配得上学生君彦 这女人该不会用了什么写术吧 就像印度的古曼童 教室里 我的桌子上 已经摆好了早餐 而我座位的旁边 已然坐着君彦 在苏伊认了我的当天 他便拿到了我的课程表 每堂课前 他总能为我占据一个 最佳听课位置 不得不说 君彦作为男朋友 真的很称职 会给我带早餐 会时刻关切我 他看到我红肿的双眼时 心疼得仿佛想要取而代之 他的指腹缓缓抚摸我的眼眶 眼中又是心疼 又是爱恋 怎么看都像是看恋人的眼神 可是我清楚地窥探到 他眼底的不屑 刹那间 我感觉我的胃力在翻滚 恶心敢涌上心头 相对于其他人 苏伊和君彦 是那么沉迷于角色扮演 他们专心地 代演着我的好哥哥 和爱我的未婚妻的角色 你说他们进军演艺圈 就凭着演技 不得拿个最佳男主角吗 为什么要摆着 我这个可怜人欺负 但是一面我又庆幸 庆幸他们选择 在那个时候出现 如果不是他们 可能在被第99次霸凌之后 我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虽说他们心存戏弄我的心 但是我不得不说 他们救了我一命 同时也是他们 让我拥有再次反抗的勇气 君彦这么对我 周围都是羡慕的声音 这是君彦坐到我身边之后 经常听见的声音 一开始 我忐忑 我不安 我惶恐 然后甜蜜 幸福 可是昨日所听到的一切 如同当头一棒 远离男人 尤其是这种恶趣味的男人 尽管他们很优秀 尽管他们给了你一颗糖 但是你们要知道 他们给的那颗糖 是包裹着砒霜的 我默默地吃着早餐 吃完后 我翻出昨晚我不会的题 就询问君彦 实力就只有满分 可是君彦考满分 仅仅只是因为考卷就能夺分 而且他平时很少出现在学校 若非为了我 估计时间半个月 都不能见他几次 而君彦对我的请教 也毫不吝啬 甚至说的格外卖力 因为恶趣味 他想让我明明有了 能够往上爬的实力 却因为真相的揭开 而只能眼巴巴地望着 我永远无法忘记 他和我哥讨论时 说的一句话 他说 背贱的蝼蚁终究是蝼蚁 就算给他机会 他也不可能抓住的 像他们这样的人 就应该永远待在 那个不见天日的臭水沟 当时他语调清冷 和平时对我说话的语调 完全不同 但是我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他们 退去角色扮演后 真实的他们 私底下 我找到了苏家 君家的对手 和他们做了一场交易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着 可能是为了大忌 又有可能是为了 形成强烈的反差 他们对我更好了 恨不得将他们所拥有的 最好的捧到我的手上 不知道多少次 我希望时间能够永远驻流 希望苏毅 就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 君燕是我的未婚夫 可是希望终究是希望 一号终究到了 我心中已经开始打退堂鼓 我不想去学校 我甚至一想天开地想过 是不是我不出现 那么我想象中的噩梦 就不会发生 可是我知道 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十五 今日 君燕给我带的早餐 格外丰富 让我想起了 古代行星前的断头饭 我一口一口地吃着 明明山珍海味的东西 到了我嘴里 却味同嚼辣 上课期间 我一直偷偷看君燕 君燕感受到我的视线 笑得更温柔 我却浑身冰冷 课间操 操场上 学生们都聚在一起 只是意外的是 学生们都在 我却没有看见一个老师的身影 可不是吗 苏毅 君燕他们想要揭露真相 想要看这群人 以惨烈的手段对付我 自然不可能让老师们在场 而苏毅和君燕等人 什么身份 想要支开老师 轻而易举 今日并没有课间操 苏毅拿着一个话筒 就走向讲台 说话前 他看向我 我有种被毒蛇钉上的感觉 全身都在犯凉 我知道 我最害怕的一切 终究还是到来了 今日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下七月 他根本不是我妹妹 他 就是一个心机深厚的骗子 他故意让我以为 他是我妹妹 苏毅说得咬牙切齿 仿佛被骗得很惨 苏毅话音刚落 现场一片哗然 而我如同一座雕像 表情淡然 君燕就站在我身边 听到这话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所以 你不是苏毅妹妹 也不是曾经救我的人 君燕声音都在颤抖 整个人不乏亮腔地 朝后挪了几步 就仿佛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我想 要不是身旁的人 眼急手快 他是不是还会装摔倒 我看着装得像不像样的两人 已经放弃了挣扎 苏毅和君燕的话 太让人深信不疑 尤其是我的沉默 就仿佛承认了这件事 人群中开始变得骚动起来 很快之前霸凌我 然后 被苏毅收拾的人 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他们一人拽着我的头发 一人叶耳光 比叶耳光 重得打在我的脸上 头发拽着头皮 有那么瞬间 我感觉头发都要连带 我的头皮被扯下 脸颊火辣辣的痛 甚至嘴角已经开始溢血 视线似乎开始有些模糊 我抬起头 在人群中 寻找君燕和苏毅的踪影 很快 我就找到了他们 人群中 一里八的他们是那么的显眼 他们被女生们包围着 嘘寒问暖 我看过去时 他们也看了过来 眼底却犯着一丝笑意 只是我能够看到他们的不满意 毕竟他们还想看到我哭着说 我就是苏家千金的画面 可是我不会让他们如意 就是这群人 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我咧开嘴笑了 可是我这笑 对于那几个女生来说 如同嘲笑一般 我换来了更重的殴打 一开始只是那几个女生打我 后面打的人越来越多 直到我婚礼 当我在医院醒来时 已经是晚上了 外面的世界一片漆黑 正如我现在的处境 一片黑暗 但是黑暗尽头 便是光明 熬过去 一切都是美好的未来 一日 我拖着满身伤痕 来到了学校教学楼的天台 天台上的风很大 将本就瘦小的我 吹得摇摇欲坠 有那么瞬间 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 下面聚满了人 他们就如同蚂蚁一般渺小 但是为什么隔那么远 我还能够听见 他们叫嚣着 叫我赶紧去死 赶紧跳下去的声音呢 苏毅和军燕等人 就站在人群中 我仿佛 我已经看到他们嘴角 挂着的讥讽与嘲笑 作为胜利者 他们确实可以得益 可是他们真的赢了吗 这一次 学校老师和领导来得很快 在我之前的99次霸凌中 老师们一直扮演着一个 姗姗来迟的合适老角色 他们假模假样地怒斥欺负我的人 然后再无下文 我知道 他们也因为 我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 对我戴着有色眼镜 可是霸凌是霸凌 是学校自己内部的事 但是若是我从这里跳下去 就算我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 也不好解释 校长在一旁威严细意地劝导我 同学 有什么你对我说 我是校长 我一定能够给你解决 你还年轻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 他们都以为我有了轻生的念头 可是并不是 我拿起了手中的扩音器 打开后也不废话 直接点开了那天 KTV我套 苏仪说我身份的录音 扩音器的内容 随着风声清楚地传到每个人那儿里 我 哥 陈思琪说我不是你的妹妹 是真的吗 可是明明是你 找到我说我是你妹妹的呀 苏仪 别听那女人瞎胡说 你就是我妹妹 我怎么能够连我妹妹都不认识呢 我 哥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李俊 你长得很像苏阿姨年轻的时候 君彦巧合下看见你 觉得你是他那走丢的未婚妻 就去做了DNA 没想到还真是 可是这不足以证明什么 毕竟正如之前苏仪说的 可能是我设计的 所以我又点开了另外一个录音 这个录音 是我让苏仪加对手套的 至于怎么套的 那就不是我该在意的了 陈思琪 琪哥 你们这么骗下七月 他要是知道自己是个假千金 不得发疯啊 江琪 要的就是他发疯 他不发疯还不好看呢 这真假千金的戏不是挺火的吗 话说这些穷人 就是喜欢幻想一些有的没的 他们真以为有钱人家的孩子 那么好弄丢 报错 真是愚蠢 不过用在下七月 那个女人身上应该刚刚好 可能他还会把我们的出现 当做神一样供着 然后里面全是笑声 显然 什么真假千金 全都是苏仪等人有预谋的玩乐 这身处其中的我 做错了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我投错了胎 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 可是我父亲犯法 法律已经给了他惩罚 就是我 身为他的女儿 也受到了惩罚 这辈子与公务员无缘 不能做警察 做检察官 难道这些都不算吗 你们凭什么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惩罚我 殴打我 你们知道 你们与罪犯有什么区别吗 罪犯在监狱 而你们活跃在校园 但是没关系 以后你们也不会出现在校园了 在我话音落下时 我已经听到了警车的声音 是的 再来之前我已经报警了 之前 他们对我进行殴打施报 但是属于小打小闹 属于精神上的折磨 最多口头上较一番 但是这一次 他们在对我动手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理智 而且殴打的人又多 医生说 这身伤 少说都是重伤二级 这一次 他们逃不了了 我以身体作为代驾 在他们以为自己即将自由的时候 送了他们铁窗四件套 至于苏毅等人 我看向站在人群中的他们 对着他们做了一个口形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眼中充满了惊恐 看样子 他们看懂了 我笑了 而今天的阳光是多么的明媚 就像是我今后的人生 一片光明 我整个人朝后面倒去 世界一片黑暗 当我再次醒来时 已经在医院 明明是医院 可是我的病房里却满是人 看到我苏醒 一群人很是兴奋 冲到我面前 就想要寻求我的原谅 这些人都是那些 霸凌我的女生们的家长 他们的孩子被抓了 首先能够想到的 就是寻求我这个当事人的原谅 以获得减轻对他们孩子的惩罚 可是怎么可能 若是求饶有用 或许我就不会被霸凌这么多次了 而他们的子女 对我进行霸凌时 他们父母在做什么 种什么因 给什么果 我暗想床边的护士林将这群人赶出去 他们走后 我刚拿起手机 便看到这件事的推送 我知道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太多了 单凭我一个人 可能学校或者苏 均几家就能用钱将消息买断 不让发酵 所以我找到他们几家的对手 看样子 他们并没有让人失望 我看着视频中被霸凌的自己 我感觉身上又痛了起来 可是我却笑了 眼角却夹杂着泪水 结束了 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霸凌了 我看到好多评论都在心疼我 好多为人父母的说 若是自己女儿被这样的人对待 他们一定会冲上去杀了这个人 大家都在恳求从众处理那几个女生 正义 他或许会来迟 但是他一定会到 至于苏毅等人 我听说并不好过 就是他们几家的企业也不好过 他们有意推那几个女生挡刀 可是他们的对手 可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他们拿着这件事做文章 甚至延伸到了公司产品上 一时间 几家股票狂跌 负面消息接踵而至 社会就是这样 雪中送碳少 落井下石舵 大家都在拼命地抓住机会往上爬 休养几日后 我正常参加考试 考场外 有少许来陪考的家长 认出我的家长还在为我加油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眼中的泪水不争气地想要往外涌 我是特意踩着点来的 所以此时安检的学生很少 我根本不敢和这群人对视 不敢说话 直接冲进了校园 眼泪也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个世界总会有很多恶趣味 残忍的人 他们的仇恨和伤害来得莫名其妙 只因为他们觉得有趣 好玩 但是同样也会有很多温暖的人 他们会心疼你 会为你加油 会叫你坚强 考场上 我奋笔疾书 格外认证 在军燕的帮助下 这些题对我来说都不算难 我肯定比不上军燕这等学神 但是考上名校研究生没有压力 而且学历并不等于人品 与其像他那样充满邪恶 我更愿意做个踏踏实实 努力向上 一心向阳的普通人 出了考场 我便回到医院养伤 一段时间后 成绩下来了 我成功上岸 期间 江琪 李俊来找过我麻烦 他们骂我是一条毒蛇 说最毒妇人心 他们将最恶毒的言语 都用在我身上 他们说 苏毅和军燕虽然有错 但是当时他们俩对我有多好 还说我在军燕的帮助下 已经考上了金北研究生 这件事就应该结束 就仿佛曾经他们对我好 我考上金北研究生 就可以抹杀一切似的 却不知道 我只是为了自保后的反抗 但凡我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 但凡我懦弱一点 那么我躺的就不是医院 而是太平间 是厚厚的泥巴下 若是非得说错 错的是他们 而不是我这个受害者 不能因为我是最后的赢家 就抹杀了一切 而他们两人的行为 早就被一直蹲守的记者 发布到网上 瞬间又惹起一波热潮 听说他们家岂岂可危的公司 直接宣告破产了 而苏毅和军燕 却从史之中没有出现过 但是我知道他们 肯定也不好过